第六,刘伯温无知子房也,是君王对军事的最高评价,陈有亮攻下太平,朱元璋朱将都建议逃往中山,只靠刘伯温在内势力劝朱元璋见势诱敌,才将局势逆转。此后击败张士成和元朝军队的过程中,刘伯温也见策良多。 更难得的是,面对建立明朝后大杀功臣的朱元璋,刘伯温都能够全身以退,这就说明了他作为军师是可圈可贬的。 第五,孙斌史记中有记载说道威王问兵法,遂以为师,田济为将,而孙子为师,举自车中,作为计谋。孙斌虽无战略谋划的经验,但在战役筹划上却业绩显赫,桂陵之战为为旧照,马陵之战简走又敌, 已成为中国军事史上的经典案例。 第四,诸葛亮诸葛亮的出道之作,隆重对毋庸置疑,是三国时代最精彩的全盘战略判断,司马懿赞叹诸葛亮是天下奇才,却也说他大而不见机,多谋而少绝,三国志的作者陈寿也说诸葛亮志荣为常,其谋为短。 这意思是说,诸葛亮善之国不善之君,好谋而无绝,我们看的三国演义里面是严重的神化了他,所以说在这里我们将他排在第四的位置。 第三,国家赤壁兵败后,曹操感叹,郭凤孝在,不使孤致此。 国家在曹操与袁绍开战前,有过著名的战略判断,少有时败,公有时胜,从政治形势的道胜,义胜,到队伍建设的德胜,仁胜,再到少好为虚式,不知兵要,公义少克重,用兵如神的五胜。 逐一分析,在曹操认可之后,国家又话锋一转,少方北极公孙赞,可因其远征,东取吕布,完成全盘布局,可谓大军师手笔。 第二,江字牙,一座江上,是中国历史上,一位全智全能的人物,也是中国文艺舞台上,一位高、大、权的形象,还是中国神坛上,一位居众神之上的神主。 江字牙辅佐武王法咒建立了周朝,是齐国的缔造者,周文王清商,武王克咒的首席谋主,最高军是统帅与西州的开国元勋,时有天下三分,其二归周者,太公之谋即居多之言,足见江太公的老谋深算。 第一,张良张良作为谋士,有反对树立六国君主这样的国家大计,也有刘邦入蜀后烧毁战道,像项羽示弱这样的诡计,更有说服刘邦尽快撕毁鸿沟之约进攻项羽的独谋。 其谋略知多端,连刘邦都感叹运筹策为账之中,决胜千里外,无不如此防。 司马迁也说,高祖离困这数亿,而刘侯常有功利焉,岂可谓卑天呼。